yay 歡迎收看雅虎好棒棒 我是梓藝 今天我們來到高國會的母校光復國小 歡迎國會 哈囉 各位雅虎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yay 今天回到母校感覺怎麼樣 其實就是 因為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嘛 就看到很多那種以前學長學弟就是還蠻開心的這樣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參加棒球隊 小時候就是興趣 因為大家都是這個 我覺得我們這個村莊就是有那種棒球的風隙 就是大家除了打棒球以外好像沒有第二個選項 那以前你們打棒球的時候教練會很嚴格嗎 會處罰還是什麼 會啊 我覺得他以前就是打很兇啊 對 越爛的打英雄 他有說他是愛之身者之前 他是打啊 他覺得優秀的球員 真的嗎 對啊 我印象中好像以前常常被他打 對啊 那你們會很怕教練嗎 以前會啊 小時候就是就是 就是會很喜歡做怪嘛 像我弟他們以前就是 小時候就是會 就是找到陳超 然後就是會 自己在那邊做腳印這樣 就是好像有跑雷跑雷跑得很認真這樣 嗯 然後他就在 你們有拍到昨天那個籃球場 有有有 上面一個網子 嗯 他就在那邊站著在那邊看這樣 看他們表演那就是 做腳印 對 做腳印 好像有跑這樣 等他就是後面他就下來的時候 你們說你們有跑嗎 他就還說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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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你確定 然後就被修理了 對啊 他之前光復有一個紅人叫做光復大輪胎 對 他小時候有一個夢想嘛 其實他說他以前說跟教練說 他要跟美國大力盟簽約 他要接一台校舍給母校 他到現在 可能 可能至今可能還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夢想 對 雖然夢想還沒完成 不過高家四兄弟 長大都順利進入職棒 小時候個性最調皮的是誰呢 這次教練也偷偷和我們爆料 國華是 他在同齡年齡是最好的 他TOP 所以他是 在同學裡面他是領頭者 領頭羊 所以他非常有自信 他非常的強勢 所以他也非常的皮 有一次我帶他去花蓮比 田徑比賽 然後呢 比到差不多 下午快下午了 奇怪這小孩子怎麼不見了兩個 不見了 就緊張找不找都找不到 然後我打電話給媽媽說 問他媽媽說 他也沒有回家說 他不知道 結果後來 後來才發現 他跟他另外一個同學 跑來光復這邊玩球 他們兩個從花蓮自己沒跟我講 自己從花蓮坐公車回來光復 我嚇死了 我說怎麼那麼厲害的選手 自己跑來從花蓮坐公車回來光復 而且是兩個 他還帶一個他的同學 那也在現場 說喔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 回來就被我 知道 你還記得自己以前怎麼調皮嗎 就是可能 就是球場上的態度比較傲慢 然後不然就是 帶頭做一些壞事 對啊 什麼壞事 比如說投籃啊 這種事情 然後常常被教練處罰 那個都是我的 對 他小時候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譬如說訓練嗎 還是生活上 都可以 訓練的話就是 教練就是可能一個手臂的失誤 還是打擊的看錯暗號 可能我們就要挨個好幾棒 在屁股上面 這樣子 對啊 那你還記得你們以前 就是沒有打棒球的時候 都在做什麼 我們很多欸 譬如說可能就是去 去水門游泳 就很危險的地方去游泳 然後老師都會去抓我們 這樣子 就還蠻有玩的 抓回來又再打一頓 對再打一頓 還聽說那個球場旁邊 有個拳雷打電鋪 對 因為小時候球都打到那個店家嘛 那他已經有點煩了 然後後面 他剛剛就把他的店名 改成全雷打 可是後面他那個 阿姨對我們都還蠻照顧的 所以 在那裡有很多人的回憶這樣子 對 我在小學 我從來不會利用 上課的時間練習 那麼我放學以後 我才練 大汗 再來就放手下 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六還要半天了 你啊 我想現在一整個禮拜六 都不用上課 老要啊 小時候 他敢叫我陳建榮欸 這樣 因為我跟他爸爸很好 跟他爸爸很好 然後 他哥哥都是我帶的 他看到我 他不會叫我 他還沒進小學 陳建榮來了 陳建榮來了 後來他讀書 剛好 我內人的學生 常常不寫功課 我內人就跟他講 要寫功課 他一句話 我不是讀書的料子 那周思琪 他是一個很怪的小孩子 你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而且他有想法 我今天講他很有想法 周思琪偶爾也是當拖手 但是在小學階段 他曾經那個 威廉波特那個選拔的時候 我們就是官員軍賽 他曾經也打過錢來打 所以小學是 他是錢來打 錢來打完 他說這一生 只有那一次拿過錢來打完 聽說光復這裡 有一間絕對不能錯過的小吃店 身為美食獵人的我 一定要帶大家去嚐嚐 好 我之前有一次錄快問快答 問國龍回到花蓮要做什麼 他都說要來吃肉羹麵 碰到高家四兄弟 他們都非常推薦這家肉羹麵 到底多好吃 馬上來吃吃看 他的肉羹很特別耶 他的肉羹是炸的 不是一般那種柑橘的那種肉羹 然後麵是比較細一點的麵 吃一口麵看看 喔這樣就聞到那個沙茶的味道好香喔 吃吃看肉羹 他的肉羹是炸過再放進去的 但是他泡在湯裡面 外皮居然還吃得到那個酥脆的口感 聽到那個卡卡卡的聲音 真的很好吃 而且他有加九層塔 這整碗的香氣非常的足夠 真的好吃 這次來到光復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光復少棒歐比賽 超上達的激烈 我們也來看看場邊有哪些厲害的人吧 小時候可能一直被三陣嘛 好的 其實齁 然後他們就幫我取這種 其實去到 很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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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 習慣 很暴力的 又從小到大 那你剛剛上場 就不同的眼色 笑了一刻 哈哈哈 要不要留到這個打死 可是我感覺好像 果徽棒有點太快 哈哈 球還沒進來我就徽了 剛剛純粹是一場意外 對 剛剛純粹是一場意外 然後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投球 然後 可能是果徽比較想要早一點下來 所以就隨便徽了三顆球這樣 他以前就是一個很老實 然後練球的時候很認真的人 然後以前大家都很喜歡捉弄他 蠻喜歡捉弄他的 譬如說他在睡覺的時候 然後把他電視用那個定時開機 然後電視用很大聲 然後睡到半夜的時候警醒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要比賽前的時候 就把他手套或是帽子藏起來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他都不會生氣 他不會啊 他不會生氣啊 就跟著大家一直笑這樣 所以你不要說三塊 你要說紙頭好笑 三陣有人表演過了 所以就不用表演了 光復歐比賽已經邁入第二屆 參與的少友也越來越多 身為光復歐比會長的國華 有哪些酸點苦辣 馬上來聽他分享 國華擔任我們那個光復歐比賽的會長 老虎公高 有沒有什麼心得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當這個會長 我覺得什麼都要會的會長 真的還蠻累的 然後從前自作業到球賽的完整 甚至後續的聚長 我覺得 雖然感覺吃力不討好 但是我覺得教練很開心 其實一切都值得這樣 我們就看到很多同學 對 我是類似的學長 很久沒見面的學長跟同學 或是學弟這樣子 大家一起共襄盛求 我覺得這個活動 真的還蠻開心的這樣 泰巴洋那邊也出了很多 很有名的球星 對 然後你有說 之後想要辦一個對抗賽 對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泰巴洋那裡 泰巴洋國小如果也有成立這個OB會的話 未來我們有機會去做交流 然後在部落上面 人家認識我們這個部落 還有泰巴洋部落這樣 對 你有最想要對上誰 沒有沒有特別 因為覺得這個活動好玩就好了 對 擦心就好了 以前小時候的朋友 對 這樣就OK了 好的 那以上就是本週養護好棒棒 大家想要看到 球星什麼樣小時候的故事 趕快告訴我喔